欢迎观看白美维视今天特别节目 美亚健康中心举办的首次美中西部地区新的健康服务高峰会议 2023年11月8号在线上进行 这是峰会的主持人美亚健康部署金会主任阿里森在一起 美亚健康中心总统同行刘总林致辞职 美亚健康中心行政职人刘宏致辞 美亚健康中心 白宫亚议委员主任是此 夏威夷继续对个 金庞部代表是此 美亚健康中心 大致平安党亚太地区代表主任之急 美亚健康中心 芝加哥市政府卫生部主任代表 峰会举行两个专题讨论 第一个专业讨论是 为心理健康服务的经验和 这个 峰会的第二个专题是 AI 创新技术在心理健康上的应用 这是医院诺理工学院的教授就职 医院诺理工学院的健康系的主任 一百都代表参加 您来吧 四个专题